叮叮,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昆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主题呢,是一个购物分享 前段时间澳洲Sephora打八折 我所购买了一些产品 然后最近收到了 现在想给大家做一个开箱分享 包裹已经在我手上了 这个订单我下单的时间呢,是4月6号 好像最近北美Sephora也要开始打八折,八五折 所以呢,就想说先给大家拆一个箱 大概分享一下 也给大家种种草或者八八草 有什么可购买的好物 在这个打折期间 因为澳洲已经打完八折了嘛 所以就不再赘述当时的活动详情了 如果是在北美地区的小伙伴 想在Sephora八折的时候 购买一些东西 我会把北美地区Sephora官网的网址 放在视频下面的信息栏 那就也请大家自己动动销售 进去看一下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活动详情 这个视频主要还是以开箱为主 然后可能视频的中途会有一个小家伙 一直在旁边叫 他是我们家的新的家庭成员 帮是一个三个月打的小奶猫 他叫做Selmon 大家就无视他就好了 所以呢,如果你感兴趣今天的视频内容 关于四帆八折我都购露了什么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其实这一次八折买东西 我感觉我买的还是种类比较繁杂的 就是不仅仅是彩妆 好像洗护啊 还有日常可以用到的东西 也应该是有一些的 先把盒子打开 我就摸到哪一件 说哪一件好了 首先这个包裹里 应该算是体积最大的这一盒 Zoella的一套化妆刷 然后这一套套刷的名字 是叫做Rose Golden Complete Set Bullet One 它们的玫瑰金系列 这一套化妆刷在澳洲 没有打折钱的售价是147澳刀 我会把它折后的价格 也打在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考 打开以后 里面是有一个刷具包的 除此以外 这一些就是它的这一套 套刷里面的刷子 这一套玫瑰金的刷子呢 总共是有15只 8只是眼部刷 剩下的7只就是面部刷了 绝大部分刷子呢 都是有一个类似于 硅胶保护套 在这个前头 我们现在就来仔细地摸一下 这个刷子的质量如何 先从设计上来说吧 这一整套套刷都是 以玫瑰金为主题 所以它的刷感 这是一个玫瑰金的颜色 刷柄呢 是这种磨砂质感的 然后有一点点 棕咖啡色的感觉 一个刷柄上面 也都有写它们的编号 以及作用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把 是142号 然后它是面部刷里面的 用于局部遮瑕的 一把遮瑕刷 我之前有拍过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里面就有用到过 SWIWA出的一个 旅行小套刷 有四只妆 其中也有一个 这一只的刷型 不过它的刷感会更小一点 更适合出行鞋带 再来呢 从它们材质上面来说 它的刷感应该是木质的 每一只摸起来 都有一定的重量 刷毛是有纤维毛 也有动物毛的 应该是取决于功能而定 不管是动物毛 还是纤维毛 在这套刷里面 我摸下来 感觉都是非常的柔软 不会有扎肤的感觉 触感都是非常的舒服的 总体来说质感都不错 使用功能来说 也比较宽泛 盘盖到了一个 如果你想要化一个 非常完整妆容 可能会用到的 所有的刷型 我觉得打了折性价比 还是挺高的 所以比较推荐 就是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 专业彩妆级别 日常可以使用到的 套刷组的话 我觉得这一套套刷 是可以考虑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件 我在八折的时候买的东西 是什么 开放地的 应该算是一个唇釉套组吧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没有 尝试过开放地的唇装 然后这一个套组 我非常的推荐 他们家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液体唇釉 这一个套盒里面 总共是有两只 包含了 Lolita 1和Lolita 2 这两个颜色 但是它不是正装的大小 就是一个mini size 打开以后 它的大小是这么大 这个套盒在澳洲 正价的价格是30澳币 打完八折以后 就是24刀 也就相当于 一只是12刀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 口红这些 应该是比较难用完的 应该不算是消耗品吧 除非你有一个 非常喜欢的颜色 就是每天都会涂 可能用的会稍微快一点 那它有这种小的size 非常适合 想要去试一试看 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给大家试一个色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 Lolita 1 其实不叫Lolita 1 它就是名字 就叫做Lolita 它是一个偏玫瑰调的豆沙色 晕开看一下 晕开以后 就大概是这样一个颜色 是一个很美的 雾面的干燥玫瑰色 然后它也有一点点 豆沙掉在里面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再来试一下Lolita 2 Lolita 2感觉比Lolita 色调上来说 更加的偏橘一点 更加的活泼 明艳一些些 晕开以后 能看得到吗 它是有一点点 带那种鲑鱼色调的感觉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如果说这两个颜色 哪一个更加不挑肤色的话 我觉得Lolita 2 应该是会 更加适合绝大部分人 总体来说 这两个颜色 还是挺好看的 再来是一个我已经种草 非常久非常久的一个套盒 Fenty Beauty的高光修容和遮瑕套 它其实是膏状的高光修容和遮瑕 这个套子里面就是有包含我想要入手的那个修容膏 好像是Fenty Beauty这一个系列里面最适合亚洲人的一个修容色号吧 除此以外另外两个一个是高光棒 还有一个是遮瑕膏 这个套子是有几个颜色可以选的 这一个set它的色号叫做Lite 100 应该是最浅色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试色之前想给大家说一下 我喜欢它的点 第一它的设计 它是这种磁吸式的设计 柱状的六边体 所以相对来说收纳很方便 它都可以吸在一起 不会说冬一只吸一只的丢在梳妆台上很乱 包装的颜色是有一点点裸肤色 实物看好像会更加的偏粉一点 这边只有写它们的品牌名字 Fenty Beauty 然后我们就来试个色 首先先试一下修容膏 打开以后是这样的颜色 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修容膏 还挺好发的 就是轻松一笔就可以上色 预览力也挺强的 比较轻易的就可以被推开了 这个就是修容膏的颜色 来我们试一下它的高光的颜色 高光打开以后 它是一个偏粉感的香槟色 能看到吗 我觉得还是很闪 就是还是一个比较高调的高光 相对来说这种高状高光 会比粉状的更加的持久一些 推开以后是这样的效果 星星点点的 还挺好看的 最后这支呢 是这个套装里面的算是遮瑕膏 打开以后颜色是这个样子笔 涂抹起来还是挺滑顺的 颜色呢应该是处于一个黄一点五白左右 用来做遮瑕和眼部 就是遮黑眼圈应该都没有问题 它推开以后有一点点 雾化成粉状的感觉 但还是有略带微微的光泽感 再来呢是一个生活上可以用到的东西吧 Sleep的眼罩 就是睡觉的时候用来遮光的眼罩 这个牌子好像是专门做真丝的睡眠用品 真丝的枕套呀 真丝的眼罩呀 好像还有真丝睡衣 对不对 平常想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戴 或者是你出门旅行 比如说坐飞机 或者到了一个新环境 睡眠这样不太好 有一个这样的眼罩 其实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它好像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 大概有六七种的样子 我写的这个颜色叫Choco 就是有点像是木炭色 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Choco这个颜色就是这样 它有点点那种铅笔的颜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颜色偏深嘛 相对于浅色的眼罩来说 我觉得透光性应该会更低一些 以及它会更耐脏一些 摸起来还是挺滑的 挺丝滑的 推荐 那回购的东西呢 就要一个洗发膏 它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洗发膏吧 还名称呢是Christophe Robin 是一个海盐洗发膏 之前已经买过一罐 然后我跟两个已经快用完了 就可能剩了一个底 然后趁着八折 就赶快又回购了一个 我就直接把这个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 有一个种塑料板 里面呢是这种很大颗粒的海盐 我一般使用方法是 抠一小拖出来 放在手里用一些水 稍微的把它稀释一下 然后涂抹在头盘上 开始按摩啊 或者什么 它是有非常大颗粒的海盐在里面的 对头皮来说 是有一定的清洁和按摩功效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按摩功效 可能比较适用于短发的人群 就是像我们这么长的头发 每次洗头的时候 头发都浴水以后 已经贴在头上了 这些颗粒在深入到头发根部去按摩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像染哥他的短发嘛 所以他用起来 他就觉得很舒爽 就是按摩的感觉非常的舒爽 味道是那种香香的薄荷的感觉 然后不是那种甜腻的味道 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讨喜的 再来就是它的清洁能力 其实还是挺强的 每次使用完以后 会建议说你使用一些发膜 或者是发素之类的产品 因为有的时候用了它 如果不使用的话 头发会相对来说比较干涩 当然它干涩的同时 也可以带来一定的蓬松效果 建议的使用次数呢 是一般一周一次就够了 不能用来作为日常的清洁洗护产品 因为它的清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回购的产品 因为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那就在八折的时候又入手了它 那今天这个视频最后一个东西呢 还是一个化妆刷 这个刷子其实我种草非常久了 但是呢 我觉得三四十刀买一把刷子还是挺贵的 所以就一直磨着磨着磨着打折了 才卖 这个刷子呢 是Sigma的F87 它叫做H Kabuki 然后这个刷子的包装设计还挺有意思 你把这边的一个盖给打开了以后 它这里就写一个叫做Portier 就是把它给拉出来 刷子呢 就是一个这种斜角刷 但是呢 它是一个斜角的三角形刷 可以看到吗 非常清晰的三个角 虽然还没有使用 但是我觉得它用来做粉底刷是非常合适的 首先它是一个斜面嘛 相对来说是非常好贴附 夹的这个轮廓的 然后因为它是三角的设计 所以像它这个尖尖角是可以轻易的就照顾到 比如说我们的鼻液啊 或者是嘴角唇周啊 或者眼下呀 这种细节的部位 好像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刷型 我会在后续的试试看 如果好用的话再给大家分享 好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个比较简短的购物分享视频 澳洲四分八折的时候 我都买了一些什么东东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参考和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别忘记给我点一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会想跟我交流的 都不要忘记在评论里告诉我哟 那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哦 还有购物这个东西 还是理性消费吧 虽然常常我也做不太到 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诉求来选择 或者是购买东西吧 就理智消费 嗯 对 那就这样啦 拜拜 喜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家的新的家庭成员 他叫SAMON 然后呢他还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奶猫 所以他比较喜欢叫 每天在家里就是好叫这种状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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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